他来了他来了,他接到稿子,就来了,大家好,我是翔子。 5月24日训,今日,东部季后赛首轮开展,棋才客场118-125,不敌76人大比分0比1落后。 赛后棋才球员布拉德利·迪尔接受了采访,谈到自己腿筋的伤势,迪尔表示, 我的伤势在往好的方向发展,两天的休息时间让我的伤好了很多。 谈及本场失利,迪尔表示,失误让我们输掉了比赛,我这场有6次失误,这样我们很难赢球。 谈到球队表现,迪尔表示,时隔三年重返季后赛,我很开心,我们今晚就像在糖果店里的孩子, 显然,我们想赢,想打,出表现,但我觉得,我们能够打得更好,我不觉得,我打得很好,我认为我们的表现,还能更好。 And,他走了他走了,右下角点个赞,再走啊老板。